吳毓民議員 我也忍了很久,大家都說了,現在才說吧 大家討論到慶高采力講二百章,一六一,我都講些 你現在逼他做承諾,我覺得有沒有意義? 他可以承諾些什麼? 上次有議員提出的相關質疑,關於一六一的 他將1993年在恢復異讀的時候的法例 當時的保安司的說法,重新說一次給你聽 這並不是代表他的承諾 以前立法的時候 那個保安司在恢復異讀的時候這樣說 他就告訴你,收貨就收貨,不收貨就不收貨 在保安司的說法,又再說了一段時間 來到這裏,我覺得那意義不大 因為現在他們處理的版權修正條例 他怎麼回答你呢?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所以無論你誰問也好 王福永先生都是以我的 這是必然的 但這不是一個問題嗎? 基本上是一個問題 但現在他回答不了你 這是第一點 第二,我要回應馬逢國的說法 他說你逼他埋牆,逼政府在立例的時候做些什麼 這是不妥當的,怎麼會不妥當的? 你立法者做什麼呢?請問 立法者不一定是做政府像尾道章 立法者就一定在雞蛋裡挑骨頭,尋章摘據 逐條審議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毛病在裡面,魔鬼在細節 等於當年二十三條,大家都說魔鬼在細節 每一條條文都要反覆討論,斟酌 這樣才行 等於你老人家幫業界 例如機頂盒、智能電話、平板電腦、侵權應用程式 那你還是要保障你的業界利益 你也要提醒大家 他告訴你,我在這條條例也無法處理 對嗎? 亦有些TVB 或有人來討論我們 我們也告訴他們 現在現行這條條例也是無法處理 但我們不可以不提 等於你老人家不可以不提 那陳志全提出這問題是甚麼問題? 沒有問題 我只是告訴你,他是不能回答 客觀的事實是不能回答 你沒辦法 所以大家沒有必要花太多時間爭論這件事 因為他回答了 你將來有甚麼就再吵 沒辦法 你立法就有政策理念 政策的層面 之前也說過了 大家也發表了意見 接著就是法律的概念 又日一筆 接著就是法律的部分 我們也在跟他爭文著志 也是力求精覺 接著就是權力的界限執法 大家擔心的是 你條例寫在這裏 你執法的時候 如果你萬無界線的話 這是非常危險的 香港畢竟也是一個法治的地方 英文叫Rule of Law 不是法制 不是依法治國 香港不是說依法治港 但我們現在的六八九都喜歡說 錯了 這是一個法治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就是說 到了這個地步 政府回應我們議員提出的問題 包括回應公眾的意見 其他我還有很多意見 我都沒有時間說 既然來到這個地步 我也會有些回應 譬如說 剛才提到電子傳送的問題 向公眾傳播、發放、發行的分別 理論上真的沒有分別 有甚麼分別 你告訴我 基本上沒有分別 有甚麼分別 即是 一個已發行的作品 反而可以勉強說 例如我寫了一本書 我發行了 那你複製這本書 那就犯法 你就侵權 這本書發行後 就等於傳播出 不是傳播 英文叫communication 不是的 我的意思是 你會令到大家不太清晰 我當然知道你說甚麼 但不清晰 你這個傳播說的是公開播放 剛才也問到 如果我們通過一些電子產品 譬如我現在經常做 我將在立法會發言 我就放在地區辦事處 有沒有電視機 就播給街坊看 我這個已經符合了這個 很明顯已經符合了 現在這個 在註一那裏 註一那裏 註一那裏 文件的第三頁 註一 言而公開播放或放映作品前 涉及電子傳送過程 亦非罕見 例如以視聽設備 而使用電視或揚聲器 直廣播公開播放或放映作品 這就是你這個註解裏面所說的 其實剛才應該用這個來答 曼正的問題 已經很清楚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關作為同時涉及公開播放或放映作品 和向公眾傳播作品 我自己覺得 你這個解釋是不夠清晰的 都是有些很模糊的界線 如果你說純粹為了議議第39 括弧五條 向公眾發行發放或傳播分別 那你發放和傳播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有什麼分別 是嗎 阿處長 我是想 如果是你這個理解 即是以一般人去理解 不在法律的概念上 是的確沒有分別的 不過因為在版權條例 我都說了是比較複雜 其實那個就是向公眾發放 那個發放其實是說首次 它英文是 issue copies to the public 是說首次 即是一些東西 可能你出了一本書 你第一次首次發行 即是公開出去 這個發行就是 你可以用一個實物的形式去發放出去 又或者你用一個電子的 copy 去發出去 但是這個是不是就是一個電子傳播 我們電子傳播那裡是一個獨立的概念 就是說 電子書呢 電子書呢 電子書 如果你是首次的話 那你是一個 都是向公眾發放 你第一次 但是一定要記住 那個向公眾發放 所以說那個概念 是說首次 即是你已經發行 已經發行 就不再是 當然我們剛才說的 傳播 我們說再去發佈 那些 可以不止一次 即是就算已經發傳播了的東西 可以再傳播 但這個正正在版權法的概念說 是首次 首次就是發放出來 包括那個 copy 因為你在法例上的精神 即是 你那個傳播是一個新的受限制的作為 對嗎 但是這個傳播這個詞 喂 為什麼會變成一個新的受限制作為 對嗎 可能你用一個 原本就是發放 向公眾發放 都是一個受限制的行為 對嗎 你拿了我的東西 向公眾發放 為什麼不受限制行為 或者我嘗試看看 可否解釋你的問題 就是 如果我們理解 用一個傳播 或者用英文的communication 甚至可能傳遞一個訊息 那個理解 可能是寬的 沒有理由為這個詞 去有一個新解 那傳播communication 就是這個意思 對嗎 其實我們這裡說 向公眾傳播 就是用透過一個電子的形式 向公眾傳播 這個是向公眾發行的其中一種方式 我們這裡就是再進一步去加以說明 除了透過電子的形式向公眾傳播之外 還有其他那些的形式 都會被視為已經向公眾發行 包括我剛才說 就是用一個實物或者電子的形式 首次去發放出去 又或者分發出去 其實這裡純粹 我想最主要的目的 是想簡單說給使用者 在什麼情況下 他可以用到那個豁免呢 就是說那些作品一定要公開 而公開可能透過不同的途徑 或者不同的模式 在法例上 就是我們說那些受限制 或者屬於版權擁有人的專用 你那個以法行是說第一次 是嗎 是嗎 公開 公開是第一次 接著 發放一定是指複製 是嗎 發放就是第二次 發放也可以第一次 那也是發放的 對不對 發放就是 那個詞就是複製 接著 到這個傳播了 就是電子 公開傳播 我覺得 當然 在這個39條裡面 這個說法 其實 到你去到法庭的時候 一定可以解釋到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 那個語意是不清楚 我這個是故意挑你骨頭而已 老實說 那為什麼會不同 為什麼會不同 對不對